現在有很多設備 它有提供這種登錄編輯的功能 可是這個遠端的設備它登錄編輯的時候 它的那個編輯器都是很難使用 假設我現在 大部分的話它遠端的編輯器 它都會用這種VIM還是VI 它裡面有內建VIM還是VI 類似像這種介面的編輯器 像這種介面的編輯器 ABC.CC 我剛才新增的一個檔案叫做ABC.CC 然後這種你要用這種編輯器的話 現在大部分 會用比較這種進階的功能比較多的 這種編輯器 這種編輯器 你如果要修改的話會 比較簡單 好 現在我們來說明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遠端設備 它是在台北 然後我怎麼樣在這個台中的這個 遠端的 編輯器裡面 修改那個台北機器裡面的內容 第一個當然你可以遠端連線進去修改 可是遠端 進去修改的話 他就只有提供 用VIM VI 還是NANO 來 才有辦法修改 那我怎麼樣用在台中這邊用這個 假設用這個sub9 來做 它的編輯動作 好 現在把這個檔案 AVBC.CC 我先刪掉 第一個 我要用這個sub9來做編輯動作的話 我要先把sub9安裝一個檔案 然後按 Ctrl-Shift-P 然後這裡打 Install Install package 然後這裡search RSUB RSUB選到以後按Enter 他就開始做安裝了 然後安裝你要 他都沒有反應嗎 你怎麼知道安裝成功還是 沒有成功 按這裡 然後按 Package setting 然後按這裡 有看到這個RSUB裡面的setting Default 這裡 他有設定他的port為52698 52698 這個52698是一個 有重要的 所以等一下要記起來 52698 這樣子的話代表他sub9Tex 已經安裝完成了 安裝完成以後 我本機他是利用ssh 把這個檔案 帶到我的本機裡面來做修改 所以我在本機裡面 在ssh的設定檔 我要新增我的資料 假設 我這個台北的機器叫做test 然後 hostname hostname是他的位置 testahorse.com 然後user user假設如果是我的話 user就是你登錄的這個username 然後 identity file identityfile就是那個 公要還有私要 然後假設我在這邊我要指定 我的私要 是 pivate key 這個我的檔名叫做private key 這樣子 然後這裡要設定就是剛才那個 remote remote forward remote forward 他要把這個port 遠端的port來轉接到我這個本機的port 連接附上面去 remote forward 剛才的那個號碼是52698 52698 然後導到 本機 的 52698裡面 這樣子我設定檔就完成了 然後我等一下要連結的時候就是連結這一個 host 我就打 sht est 這樣子就可以連到那個台北的那一台機器 做動作了 好 好了完以後 存檔 清一下畫面 然後 設定檔設定好了以後 我就可以連端原線到剛才的名字叫做test 進去完以後輸入密碼 好 輸入完以後 剛才 現在 連到的這個機器 這一台機器一定是用ssh 連到遠端的機器的 然後我連到遠端機器完以後這個是遠端的這個 這個內容 那遠端內容這邊我也需要做一點設定 只要很簡單的下載一個檔案就可以了 然後我就這裡 w get o user local bin 啊 假設我要下載的這個目標檔案 就是目的地 是在userlocal bin的 RSUB裡面 RSUB裡面 然後我要從哪邊下載 我下載 他這一個 這個 這個網址等一下我會放在下面 從這裡下載下來 輸入密碼 好這樣子他就開始下載了 那下載完以後 他是沒有這個檔案下載完以後是沒有質詢權限的 你可以看有沒有下載成功 有 有這個檔案 沒有執行權限的話 ch mod mod 加一個執行的權限給他 這裡寫權限不夠 sudo 然後加一個權限給他 這樣子他這裡就有權限了 那剛才本地端也設定好了 現在這個畫面的遠端也設定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來執行看看 看到底是真的有用還是沒有用 然後我現在 這個是遠端的 我把它清一下畫面 遠端畫面 這個是本地端的 這個是本地端的 這個是遠端的 這個是本地端的 假設我現在來編輯一個 DEF.CC ABC.CC先刪掉 假設我現在先來 新增一個 ABC.CC ABC.CC好以後這個裡面應該是沒有內容 因為他是新的檔案 新的檔案 我先用他原本他預設的 遠端設備 左邊這個是遠端設備 遠端設備他預設的這個編輯器 VIM 來編輯ABC.CC的話 隨便打一個檔案 然後這裡我打 Remote 這個代表他是在遠端編輯的 遠端新增的內容 存檔 遠端新增內容以後 你可以來檢查一下 在遠端新增的內容 是這樣子 然後假設 我要把遠端的這個內容 我不要在遠端編輯 我要在在我的這個本地端這邊編輯的話 你就要按 R SUV 就是剛才的下載的那個檔案叫做 RSUV ABC 點CC 他就會跑到我的 他就會從遠端拉到我的這個 本地端來 來 然後我在這邊再做編輯的話 Local 存檔 存檔完以後 你再來看一下 遠端 遠端他就已經被我編輯好了 只有在這邊安裝個檔案 然後在遠端下載一個檔案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 遠端的 就可以在 這個本地端 本地端 來編輯這個遠端他的設定檔 那為什麼這樣子做因為這個本地端的這個 編輯器 他有很多這種排版的功能 還是有特殊的 大量 批量的修改功能 這樣子的話會比較簡便 好 好